開工大吉 幸福江堂 很高興邀請到蔡主席 以及我們大埔張藥房的女主人秀春姐 介紹一下我們這次很特別的開工小禮物 福道 還有一個鼓勵 兩個禮物都是來自苗栗在地小農的 一個是我們的吳篤敏 然後這個是苗栗在地小農 三個年輕人在苗栗所自創的品牌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秀春節他們所特別準備的 幸福江堂 那所以今年的開村小霧呢 非常在地 也非常溫暖 也非常幸福 前兩三年 有三年吧 然後我們到立法院去陳情 這個土徵條例是很不合理的 所以那時候很冷 那時候想說大家坐在那邊很冷 然後怎麼辦呢 那時候想到說 欸我會做薑糖啊 然後就拿著薑糖 做薑糖就拿給大家吃的 想說這樣吃的會很溫暖 所以說從那時候 我們就叫他說這個叫做幸福薑糖 其實這個幸福薑糖呢就是用小農的薑 然後小農的麻油做的 希望大家吃的會很溫暖 謝謝大家新年快樂 秀春節還有我們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是我們中央黨部正式開工的第一天 那我們在第一天 當然要鼓勵一下我們的工作同仁 因為未來的一年 將是挑戰很多也很艱巨的一年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黨工很多都是我們這幾年來一起打拚 一起奮戰的同仁 那將來的一年他們的挑戰會更大也更辛苦 所以今年一開年我們就準備了小禮物給他們 希望他們平常有米可以吃得更飽 那冷的時候有江湯 有秀春節的江湯陪伴他們 那麼感受到溫暖 那這是我們這個民進黨在將來的一年 最需要的就是我們黨工還有我們整個黨 全體能夠團結把力量集中 讓台灣有一個改變的開始 那麼同樣的我們在今年 我們把它定為是全面改革的準備年 那麼在今年的工作 我們有四個重要的優先 那麼第一個優先我們要活化經濟 第二個是我們希望能夠將公平正義 落實在我們很多的政策的思考跟法案上面 那麼第三呢 我們也希望能夠繼續持續的鞏固台灣的民主 那麼第四呢 就是我們的憲政改革 我們也希望能夠開始我們憲政改革的工作 那四個優先呢 是我們今年的工作的重點 那麼也會反映在我們即將展開的立法院的 這個開會的議程裡面 那麼我們下個禮拜也會跟我們立院黨團 一起大家來討論今年的優先法案 那麼這一些優先的原則跟目標 都會反映在我們今年的優先法案裡面 那麼總而言之將來的一年 即將來到這一年的工作是非常的艱鉅 那我們希望中央黨部的同仁能夠持續的努力 那麼為我們這個黨 為我們這個國家能夠做更多的事情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fra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